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暗影烈露莎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在6月中的时候 在拯救雷吉洛克的活动任务里 其实有在影片中有说到 原露莎最终进化型的烈露莎 在获得暗影版本之后 多数情况看来还是普通的烈露莎会好一些 不过也由于他算是比较新的角色啦 所以我们也是有玩家来投稿 刚好可以验证一下丹尼的纸上谈兵 以及实际在对战中使用的状况 到底是否相同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目前大世界盟纪念碑暗影版本的烈露莎 能否在对战里大杀四方吧 好了 我们今天由PokemonFansHQ玩家 再次来提供对战影片 使用的阵容的话 首支就是暗影版本的烈露莎 后面分别有暴力龙 以及非常稳定的龙头地鼠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 不过今天的阵容有两只都是龙息小招 那如果第一只看到妖精感觉会很难打 好那首场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暴力龙 那暴力龙这边带着龙息 龙息这边能够给龙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量 而我们龙尾打他并没有增伤 但是双方的伤害量看起来 我们是略输一点点而已 不过此时玩家并没有选择挡招 导致战故乃血量差很低 而且气量根本就没有道路逆龄 这边对手肯定知道是地面戏招式 应该是不会挡招了 流沙地狱下去对手竟然给尊重了 本身飞行戏能够双抗地面啊 这边不该挡的啊 但是至少赚了一顿 我们的暴力龙上来 能够轻松收拾掉对方 但是对手还是有办法耗我们的血量 好这边吃到一个咬碎之后 轻松松用龙息把对手点死 目前一顿的优势 但是顺微上是输的 但气量上也有不错的一个气量 对手第二角色竟然上来是巨精怪 巨精怪本身超人力气怕恶气 所以咬碎先出去 一下下去对手没有挡 直接合半血防御还下降 接下来的话想要急到咬碎初击 但是其实水流也可以收掉 对手防御下降 开了个盾挡住灰心拳之后 想要多弄一点气量 然后中途切上来是龙后地狱上来 对手结果做一只也是刁无沙 但是普通的刁无沙设为版本的 那这边我们先来一个直冲钻出去之后 对手刁无沙喷不到一半的血量 而它是带泥巴射击的 通常带泥巴射击的 都是大地之力加逆领的一个高伤害招式组合 这边要给尊重啊 不给尊重龙后地狱会直接下场 而且切齐的情况 攻击力肯定是输给廖乌沙的 那这边直冲钻出去之后 对手廖乌沙是挡招了 接下来的话对方也是切齐 只能说龙后地狱的招式实在太好算了 就五下一级啊 好这边直接吃到大地之力下场之后 暴力龙枪上非常的好 多弄一点气水流也收掉对方的廖乌沙 然后接下来的话 巨金怪上来一个招式就可以收掉了 那这边我们在做影片之前 有帮大家稍微的预习一下 这个廖乌沙的一个伤害量 今天可以看到他的攻击不是15 但是14的伤害量好像在打 快龙暴力龙龙龙头地鼠龙尾的 score的血量是一样的啦 所以攻击14跟15 其实在这三只相同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西施海人 西施海人在沙焦这边 廖乌沙会直接被点摇爆炸 所以换上我们的安全牌龙头地鼠上来 但是对手的第二角色 竟然是水晶灯火灵 哇水晶灯火灵 但是我们有直冲钻地缘戏可以打火 所以对方挡招 不过水晶灯火灵不同于凤王 他的攻击是蛮高的 所以他的烧镜的伤害量也算是不错 龙龙地鼠能否在此放到三个直冲钻呢 感觉有点难哦 因为对方的烧镜打了快四分之一的血量 目前再吃到烧镜就得下场了 气氧上好像不太够啊 哇龙地鼠太脆了被点下去了 但是目前已经把对手两顿给逼光 然后接下来会上谁呢 有点麻烦的是 目前的两只角色都是带着 小招龙系的 在打西斯海人三样不是特别好 那这边选择是廖沙上来 先挡住对方暗影球 对手切西斯海人了 西斯海人一上来之后 我们忍了几个杀娇 然后用一个大地之力出去 看一下大地之力 平伤打击一下下去 哇好痛啊 西斯海人直接中伤了 哇这边不错啊 哇出乎意料的痛啊 在西斯海人出招之前 我们快速的终于大地之力 竟然快要整条血把他灌下去 不过对手对手角色 也很酷啊 是达摩沸沸沸啊 达摩沸沸的小招好像是烧劲的样子啊 但是我们的暴力龙水流尾出去 直接把脆皮的达摩沸打残了啊 那达摩沸沸在这边出招 看一下招师是什么 哦是阎崩出来 但是没有鼠修 差一点就帮我们K死了 最后我们龙洗把他点掉 剩下水晶灯火灵出来 水晶灯火灵这边来不及出招 然后我们水溜也先出去了 哇不幸中的大幸啊 虽然带着两只龙系小招的角色 但是还是有办法收拾掉一开始的西斯海人啊 出乎医药之外啊 我的大地之力非常痛啊 暗影版本也是有救到我们这一条命啊 好我们就下一场这一场看到暴力龙啦 暴力龙这一次带得是攀铺 平伤打击 双方都是平伤啊 比起看到龙洗来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这么快出招 纯粹就是要让对手防御下降 快速用龙尾把他点掉 说实在龙尾要配上逆龄的气量 还是要打非常久啊 那这么脆的暗影版本的料乌砂 真的不太适合啊 有时候急到大地之力就已经头破血流了 所以快点把招式放出去可能比较好 但是这边没办法是开个盾 但是遇到攀铺平常打击 看起来料乌砂是有机会扭转 然后对手的第二角色上来好像是巨金怪 那巨金怪上来之后 我们来一个流沙地狱出去 讲他的防御力 对手给尊重了 但其实流沙地狱应该不至于会避命啊 对手开盾开得太早 然后接下来龙尾地狱上来 对手龙尾地狱的镜像对决 但是我们气量上的优势啊 对手换脚的情况下多浪费了一梯 所以这边直动转出去 对手龙尾地狱没档直接下场了 最后巨金怪应该是要BBQ了 所以对手直接跳掉了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巨金怪面对到烈雾沙 但是他看我们小招龙尾应该是不会打算换脚啦 因为属性上来说他是优势的 只要套盾我们招式打不到他 他是有办法用子弹拳给我们消磨啊 好一个流沙地狱下去之后 先将对手防御力 对手巨金怪因为知道气量上没有到大地之力 没有挡招 然后这边挡招 挡住会心拳 不过龙尾要把他K死至少得再开一盾 所以玩家是用一个流沙地狱再次出去 好那流沙地狱出去之后 对手挡招 因为他的巨金怪要出招了 他不会浪费掉 不过这边等于我们拿盾换顺位 还可以 好挡住对方的会心拳 直接龙尾解决掉刚系啊 逆属性打法 好结果对手第二个角色 哇是巨爪怪啊 但是有顺位上的优势 暴力龙可以打巨爪怪 所以还OK 龙头地鼠避开 加上这边先来一个流沙地狱降对手的防御力 中途竟然切脚挡招 其实这边不应该这样操作的 因为可以直接让顺位对到 本来会比较有优势 而对手的作为角色 竟然是三手恶龙上来了 三手恶龙的话 这边我们龙系招是可以打他 但是他这边竟然是先出招 所以一个宽回答出来 暴力龙直接残血 残血出大招 我暴力龙的大招组合 水流尾跟咬碎打他都会减伤就有点亏啦 我对手还给一个尊重 挡住我们招式 接下来的话 龙头地鼠应该有办法一个直冲钻收定 目前对手换角色还没到 我们可以直一时出招 但是这边并没有按到招式 喔 这边难道是有打算策略型打法吗 先吃一个旷回答 接下来 本身刚系有办法抗龙系 所以挤到了两个直冲钻 一个给这一只三手恶龙 另外一个就给那一只巨小怪 就受攻了 好那看来是廖烏沙不会再上来了 OK这一场的话可以看到廖烏沙在手之啊 直接用逆属性打法压过那些巨型怪 也多亏爱你版本的高伤害力 以及流沙地狱降对手的防御力啊 虽然盾的状况是输的 但是有顺位上的优势 我们还是有稳稳的蜡烛 好我们这一场看到的是廖烏沙的竞相对决 但是对方是普通的廖烏沙 这个竞相对决谁会获胜呢 看起来双方想象到差不多 但是我们使用流沙地狱的时候 对手是换脚了 急到流沙地狱的廖烏沙 然后对手切上来是飞行系的暴鲤龙 所以他本身双抗 几乎没有伤害 但是我们这边也切暴鲤龙上来 这边在小招部分我们是占得优势的 好我们先不挡 咬碎出来 其实没有太多伤害量 然后此时血量的话要稍微小心他咬碎啦 水溜应该是还好 但是我们这边快速的使用一个水流尾 直接把残血的暴鲤龙收掉 然后对方应该是不会切掉烏沙上来 因为毕竟他顶多就是一个流沙地狱 还是怕龙血 而他作为一个角色 竟然是超甲狂熙上来了 超甲狂熙本身地面加岩石 直接被水溪一个双克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再补他一个水流尾 目前气氧上非常的好 不过他竟然活生生的开了两盾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龙头地鼠 用直冲钻直接把岩石器转爆 但是对手中途换脚了 HQ玩家反应速度也非常的快 立刻切烈沙上来 但是竟然开盾挡招 这边肯定是要一起下场啊 龙尾互相摆起来 结果双方一下场 目前还有一盾 龙头地鼠完全不怕这一只超甲狂熙 一个直冲钻应该就瘦掉了 好来看一下直冲钻的伤害量如何 直冲钻下去之后 超甲狂熙竟然扛住了 剩下一滴血 然后剩下一滴血也没救啦 毕竟我们有盾可以挡他的招式嘛 一开始双方的烈沙互相对决 确实非常精彩啊 但是最终啊 感觉应该还是一起下场的 虽然他的流沙地狱是有K到我们 降到防御力 但对手的暴雨龙有点上来 被我们练功练太久 导致他把盾全部耗掉了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是一个顺风 比较算是顺风啦 因为毕竟我们 地面戏招式能够去打龙头地鼠 对方平常打 好对方一个直冲钻出来 烈沙互相直接喷了半血 如果你是普通的烈沙 是不自己会喷到半血 那我们这边 流沙地狱出去之后 龙头地鼠挡招 不过他看我们小招 龙尾没有太多伤害 还是跟我们硬打 那这边四十的切 暴雨龙上来 切脚挡招 挡到直冲钻非常的好 然后对手换脚 暴雨龙来一个竞相对决 但是我目前血量上是输的 快速使用咬碎出去 但是对方也是同时出招啊 对方的攻击力肯定十五啊 今天H关家的体质 真的是比较差一些 没有一只是一百啊 但这里故事证明了 其实没有一百 也是能够拿来对战的 好这边对手的暴雨龙 残血 那目前我们有一顿的优势 暴雨龙这边 我们是选择力咬沃上来 但是本身是怕他的龙袭啊 所以我们的廖沃肯定就是 挤到个招式就要下场了 目前的气差一点点大地之力 只能用流沙地狱了 对手再次让他龙袭地鼠上来 龙袭地鼠上来之后 快速的使用一个龙袭地鼠 直接把他打残 龙袭地鼠上来面对 但他作为角色 狙击怪上来 这场就结束了 目前双双平盾啊 狙击怪要打龙袭地鼠 几乎是不可能啊 除非刚好我们没盾 你还有一盾啊 这实在是不太可能的状况啊 因为除非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顺风才有可能 然后我们连续两个直通转 直接钻爆这一只巨金怪 最后龙袭地鼠上来 我们还有一盾就获胜了 最终靠着他的巨金怪让我们赢了 好我们就下一场 来看一下这场的对手 是龙袭地鼠 再次看到啊 那这边龙袭地鼠的话 同样是跟我们硬打 那龙袭为何配两个地面系招式 其实一大部分原因在于 龙袭的伤害量在打龙是够的 反而是仰赖那个流沙地狱 降对手防御力 大地之力能够一发打击 那我们这边 暴雨龙上来 对手切波克基斯来一个绝对压制 但是这边波克基斯被耗掉之后 其实对手会有点尴尬啊 如果我知道廖乌莎在场的话 近乎都会让波克基斯直接对照廖乌莎 来一个完全压制啊 所以他最后一只角色也有办法去打溜莎 他还这样操作 好波克基斯此时出招 原始之地出来这边不挣扎直接下场 目前一顿的优势 龙袭地鼠上来 这边尽量的把枪上裂到极致 再收掉对方 好我们的炎崩出去 底下就能够收死掉波克基斯 对方一开始龙袭地鼠会在枪上输我们 气跟盾都输我们 好龙袭地鼠上来 但是我们中途是直接切脚了 龙袭地鼠上来瞬间再次看到巨金怪 目前有盾的优势 绝对能够打完巨金怪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就算这边 让我们的龙袭地鼠上来也可以练功 最终面对到龙袭地鼠也能够轻松获胜 所以在一个轮回的状况下 对方把波克基斯耗掉真的是不太明智了 不过他刚刚也没办法 因为毕竟暴力龙是能够打巨金怪的 等于是说我们后面两只角色 都是有办法打巨金怪的情况下 对方只要有巨金怪 这一场获胜的机率就非常的高 好这边我们吃了灰心拳下场 但是对手没有转满 反正被我们龙尾点掉了 然后他的龙袭地鼠上来 我们还补到他一个流沙地狱 以下下去 对手的龙袭地鼠残血 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这边龙袭地鼠上来 直接补一个直动转就收尾了 好那这一场的话 虽然开局 对方龙袭地鼠跟我们硬打 我们是率先换角 但是他的波克基斯一上来 反而是没有办法压制料物上 那最终是获胜了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来看一下最后一场的对手会是谁 好那最后一场的对手 波克基斯绝对压制 哦这绝对压制要能赢 真的非常困难啊 好暴雨龙上来 对手波克基斯看到暴雨龙 怎么会是这样操作呢 毕竟暴雨龙带有龙袭啊 然后对手这边中途切脚了 换上双斧战龙上来 那我们选择咬碎出去 随系打龙是减伤的 所以一定要选择二系招式 一下下去对手并没有降防御力 但暴雨龙这边也不挣扎 那此类广于破坏残血打算再出一个咬碎之后 就要下场了 那等一下应该是会切 腰杀上来啦 毕竟 龙头地鼠是有点怕双斧战龙 腰杀一下的龙尾就能够收掉 对方来不及出招 居然 那波克基斯再次上来的时候 龙头地鼠直接上来 目前是一顿的优势 但是波克基斯并没有打算快速换脚 反而是放了招式出来 他这边波挡蛋出来 挡住 我会做一只又是巨 诶 这边是暗影爪 看起来好像是巨角武者 巨角武者果然 巨角武者本身宠系是怕炎石器招式 他这切脚并没有切脚挡招到 因为波克基斯也会吃眼崩 所以反而这巨角武者上来有点辛苦 应该心里默默地干了好几身 直接被波克基斯卖掉 当然也没办法 那这一场看起来龙头地鼠要救世界了 再次使用炎崩出去 靠着粗招的优势 因为刚刚在波克基斯那边稍微练功了 波克基斯在波挡蛋那边 多打了几个沙交 让龙头地鼠这边有点变成魔王了 先收拾掉巨角武者 持续的使用炎崩出来 波克基斯绝对有点辛苦 那最后H关加也算调皮 打算拿一个逆属硬打法 用龙尾直接把波克基斯摆掉获胜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近期刚登场的爱妮版本的廖沃 在大世界盟竟然被使用 确实她的龙尾杀伤力非常的好 就算一道龙头地鼠 或者是巨鹰怪那种刚系抗龙系招式 还是有办法直接把她撵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廖沃非常暴力的一个状况 不过相对的在牺牲坦度之后 其实很多状况很容易被对手直接撵过去 所以在开盾绝对是没有办法省下来的 所以整体来说非常吃玩家即时的判断 才有办法把烈沃沙发挥得好 但是她的招式组织终究很难打妖精系 所以在队友的搭配上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掉妖精系 是使用爱妮版本烈沃 在队友选择上一定要注意的部分 感觉在对战里用起来是蛮爽的 玩家也能够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PokemonFansHK玩家 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啰 如果你喜欢她的影片的话 不妨可以到她的YouTube频道进行订阅跟分享喔 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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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